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 你现在在床上医院 我说行 我有这么说吗 你在这里 我说 我说 我以前在外面我说我头很痛 你还拍我那丑样子发群里面 你看你发群里面我现在多丑 我当时以为你是咕牙咕的 我当时就头很痛 对 我没想到你是流感了 然后我去那个是西装 我的表情 我都控不住 我都站着站不住 然后扯了就在笑 我看我站不住了 他就在那笑 因为他当时设计系装的时候 人家那个服务员 憋在他旁边说那个西装 他偏趴在那个凳子上 把屁股捐老高 我觉得笑死了 然后你的表情又是那种 就那种 然后你把屁股捐的 捐在那个凳子上面 然后那个旁边那个服务员 那个小姐姐还在 然后我们这个西装怎么讲 他就把那个屁股捐在那里 趴在那里 我都看得特别搞笑 我站都站不住了 而且我当时还 我当时想给大家拍Vlog 我想拍那个西服Vlog 觉得很久的饼了 我头很痛 我当时就表情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表情就这样子 我这样子这样子在细 然后那个小姐就这样子 我就一直这样子 很痛 对不起 你嘴可干都喝点水 对不起 没胃好 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了哈 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我们刚刚已经吃过布洛芬了 很抓码今天 那小那个是西装人 我看我表情很猙獰 他就说你没事吧 我开始以为我是给陈琳气的 我说我没事我有精神病 所以就说啊行 那你注意一点哈 别爆发了 我说没事我会控制住的 哈哈哈 你说你运转的笑 你说你有精神病 他说你别爆发了 控制一点 嗯呐 我说我精神不太好 哈哈哈哈 太痛了 哇你看你的嘴 现在稍微一点点就干了 快再喝一口大郎 真的假 嗯 稍微说几句话都 这个嘴立马就干了 嗯 干完了你 你是已经吃过药了哈 你记得好了大郎 我去医院弄了 啊你觉得就是有这个B 就是你受不了 我感觉你现在也没有受不了了 我操你痛 你不摸摸 快要是 哎 现在好了一点点 好了 对 就是没有刚刚那么烫 真的 真的 那行 但你现在说那种刺痛就是一下一下 还是那种一直痛一直痛一直痛 我感觉我的脚脑给裹住了 脚脑给裹住了 我觉得我的脚脑就出血了 我觉得你现在很搞笑 你看 你是不是 你今天说 他今天说自己 他说今天自己感觉自己脑子在出血 然后说被我 他说都是被你气的 把我气成这个样子 然后就说我现在感觉我自己 我真的有精神有问题 他说我要去测销脑电波 他说我觉得我情绪很不稳定 然后是你看事实 然后事实明明是他今天生病了 那一切你连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 你没有就是你没有 你以前没有发烧过吗 发烧了就是这种感觉 我都是扛过来的 对啊 你你以前没发烧过 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你以为自己得精神病了 还要自己去检查脑电波 还是自己脑溢血了 但其实你只是发烧了 顺着我今天 我又不知道你发烧 我投放医院你还说 你投医院就去医院 你去医院你跟我说干嘛 去医院你不是阴阳我 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发烧了呢 你你下午你就是你早起床的时候 还好好的 你出门看了个牙回来就这样子 我以为你是孤牙孤腾 孤腾的你知道吗 你都跟着不在乎 而且我让你我们说 我以为你是孤牙孤腾的 我们去拍Vlog好好拍好好拍 你拍得很随意 我开的不是随意啊 你只是没有达到你的 你只是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而已 怎么这么搞笑 你连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 他以为自己得精神病了 他说他要去检查脑电波 然后还怪到我的头上来 他说都你把你把你把我七成 你把我七成都把我七成精神病了 他说跟我待在一块头就很痛 头就很运 然后他还说他自己明天要回广州 那当时他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头好痛 我要买票 我要回广州 我要换一个生活环境 我肯定是在这个生活环境底下 我压力太大了 我每天都头昏头晕 然后他当时都要订票 他说明天要回广州半个月 他说到时候你就 就我说到我说你回广州半个月 我当时我怎么 我我自己怎么办呢 我说我如果我要直播的话 你你他说回广州半个月 半个月退网他不直播了 他说他要换一个生活环境 我说那我怎么办 如果我要直播的话 那大家不都都问我 他说你就直接说我妈生病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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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跟大家说我妈生病了 回家照顾我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先想想好搞笑啊 明明就是流感了发烧了 自己不知道 然后就把这些所有的原因 都归到人这里 你气我你也气我 你都不是吧 我我们平常的相处模式 不就是你怼我一句 我怼你一句 没有就是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吧 对吧 只是你今天今天你是确实就是脑子太痛了 有点发烧了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了病人 现在我们是找到病人 就好了 如果我们的朋友 我们请不吝点赞 我们请不吝点赞 他们天下 我们要留意在这一条时间的发生 对吧 金月